第一位白驼庄少主欧阳克 这位能排第一可不是因为武功 而是他上面有人 吸毒欧阳风的大名 足以让这位少庄主力压其他几位 坐上这第一银贼的宝座 金庸群侠传游戏里 也得有三个以上女队员他才加入 真可谓四大银贼之首 更可恨的是自己赢也就算了 还收机械土地 真是可恨至极啊 第二位血刀掌门血刀老祖 另一位开端授徒的银贼 就是血刀老祖了 这位真小人有时候真的是恶得可爱 但是尽管再怎么可爱 他也是一个十足十的恶人银贼 旗下场是被迪云一脚踢死 也算是死得痛快了 死后铁花干想吃他的尸体 迪云拼命保护 这么一个大恶人死后受到如此保护 也算应了那句道心为微 第三位穷凶极恶云中鹤 看标题一定会有人跟我提 恶贯买名段延庆 无恶不作一二娘和凶神恶煞月老三 然而延庆太子 虚逐他娘和段玉的徒弟 只是名头比较想念而已 跟榜单中其他恶人比起来 简直小巫见大巫 金庸最恨的估计就是云中鹤了 一个表哥一个云中鹤 这不就是金庸自己表哥的分身吗 第四位万里独行田博光 这位令狐冲的老乡好 再怎么躲也躲不开四大银贼榜上有名 为了压令狐冲下山 先去做了两件案子 引开岳部群夫妇 真是没谁了 最后被不见和尚施以攻刑 还没练葵花宝典或辟邪剑谱 真是天理昭昭 报应分明 大家认为还有谁呢 请留言评论吧 不妙 不妙 感谢观看